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您周点评的直播现场 请您周点评是我们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和资深的 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杨锦林先生 一起合作的 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 杨先生现在拥有 32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了 从总编辑到主持人 还有制作人呢 他专注在各类 社会问题的研究 还有国际事务 他的时政评论是独具风格的 讲人话 讲真事 是杨先生的专业态度 谈的都是真情实感 聊的都是社会热点 非常有幸能够和杨先生 在这里和他聊一聊 这一周发生的大事 那么我们一周一期 一个小时的节目 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看 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 老杨到处说 这个每一个热点 每一个事情的分析 都有他独具的观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关注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的第25期节目 首先还是来欢迎杨先生 杨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杨先生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 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 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要讲讲中美关系 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这个拜登他发布了 他首次的这样的一个 外交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讲话 所以呢 我首先来问杨先生 听完了这个讲话 虽然我们听起来 他并没有说更多的细节 但是大方向 您觉得 您觉得这个 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目前的定调 给你感觉是什么样 美国 我以前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过 现在当务至极是内务 整理内务 打扫白宫 还有七八 我看他的行政面 居多还是内政 外交呢 应该是这次 在国务院的这个视察 发表这个原则性的演讲 但是呢 首先来讲呢 急于和他的盟友修补关系 应该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就是对中国的政策 也开始有些原则性的表述 比如把中国作为最强劲的 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这个在几十年前 从来不会把中国当事 就是中国在四十年前 怎么可能是强劲的对手 怎么可能是严峻的对手 但是他把这两个情况 直放在前面 那这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呢 今后的博弈和竞争呢 他的之间的这种实力的对比 是有一定的这个缩短的距离 所以呢 当务之急是内政 还有修补盟友关系 那这里面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 韩永宏那个归纳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结盟易华 结盟 抑制中国 抑制中国 第二个呢 以拖待变 因为现在呢 内部还要打扫啊 白宫还要打扫出啊 内部的矛盾的缓解 还有一个过程 先拖一段时间 这这里面呢 就是叫战略忍耐 战略忍耐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战略测试 那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讲了 前政府 克朗普政府的川普政府 既定的对华政策的原则立场 不会改变 是 表达上 当然还有像过去 他比较传统的建制派的 这个表达会比较那个 但是他可能最重要是 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希望营造一个全新的格局 来再出发 他还是有起步心的 他团队已经集结了 当然呢 蓬佩奥还有博明 他们的告诫 他们的建议 我相信民主党政府还是听进去 因为在这方面 他不会有太大的分析 但有一点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 两个多礼拜 拜登跟习近平还没有打电话 说哈喽 对的 已经通了一遍了 通了一遍了 亚洲地区最主要就是一个菅力尾 也就是日本首相 现在印度 韩国都还没有通 当然中国也都还没有通 那亚洲什么都通 有人分析 可能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以后 大概差不多消停了 但是他也不会马上主动 跟习近平说 say hello 因为这不是说互相问好的问题 他会先跟印度 他会先跟韩国 因为半岛局势 也必须跟韩国文在营 要有所交代 跟印度的中印关系 又那么的紧张 印太战略又那么的很重要 所以我想这一点 就是总的来看 美国现在的对外政策 借急用冷 中国我想到目前为讲 是不是沉斗住气 当然我们看到了王毅 很多说法 杨洁篪有人都表述 底牌都掀出来了 但是感觉中国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但是他急也没有用 说习近平这两天 是在贵州西洋 贵州那个空气好 在那视察民情 跟老百姓过春节 但这次没有先过盖 那就是说两国之间 都保持了某种沉斗住气的状态 但是这里面就来讲 可以看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从这么一个细节的处理上 就看到 他的空白点还是很多的 这是我主持人 我一个初步的看法 了解了 其实这个杨先生 其实讲了蛮多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我在这里问一下杨先生 其实我们在讲话中 这一点其实我在之前 好像跟杨先生也稍微的 这个探讨过 就是他也是 拜登也是多次提及了 这个对抗中国 他要对抗中国 滥用经济 损害人权 知识产权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之前 其实也聊过 民主党的这个执政理念 自由民主 可能对于中美来说 是一个非常根本的 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您认为中美的关系 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所期待的缓和吗 会达成吗 中美之间的建立关系 还有尼克松的破冰之旅 一路走来 其实价值观的冲突始终是存在 对 历来都存在最根本的价值观的冲突 如果没有冲突就会有敌意 没有冲突就会有韩战 越战 还有中美之间的破冰之旅 诸如此类都多了 但是呢有一点冷战的时候 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这敌人就是苏联 对 冷战之后的美国政府 尽管也有根本的价值观的冲突 但是他们希望通过拥抱 通过接触 改变中国 所以呢在WTO啊 在其他问题上尽管的差不多要打起来了 在银河号事件了 乱七八糟 蓝石烙号杂 冷气吞声了 大家还是往这个方向走 走到了WTO这个问题 那么好了 今天的冷 今天中美关系这个冷不当电话 不会觉得这个通电话是外交礼仪 不是的 它就是个沟通 这个对话 一个原则性的交代 今天的冷是冷和 不是冷战 基调不是要战 跟蓬佩奥说 去年那个咄咄逼的那个说法不一样 冷和 所以战略忍耐 是双方的考验 考验政治耐力 谁沉不住气 谁坐不住 谁整天在那里一直摇起呐喊 没有 我想这一点有点意思 你不要看这个老头 他也是高手 我忍得住 战略忍耐 你放心 但是我不把你放成当务自己 先把晾在一边 晾这个字呢 很有意思 先晾在一边 那老行也没办法 你得晾着 晾着就晾着那怎么办 都不能整天呢 叫崔天凯去敲鼓 国务院的门嘛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外交上 高手对招 都在划工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出手 是吧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看热闹就这样 吃瓜群众 就是这么吃 对 没错 热闹就要这样看 这个热闹 这个其实 要每个星期五 来听一听杨先生讲讲 这个热闹该怎么看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特朗普这样 霹里啪啦就这样干过去 没有了 习近平的忍耐度也很够啊 你看他处理国内的政权斗争 他全部都住气啊 先扫外围 然后刮拉巴拉再把最后那个人调出来 他玩国内这个党内斗争一流 是吧 外交斗争 他也应该也慢慢的用这桶手画去面对美国了 所以杨先生高手过招就比较有看头了 对不对 就不像这个川普这样霹里啪啦的一顿 你以为大国远走都是马保国吗 这个来一下 没有那吸头发脑的 对吸头发脑的东西 那不是政治家 那不是政治家 对没错 所以就说这个 就是川普就不是政治家嘛 对不对 就是他一过招 然后这一招就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热闹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 我不知道杨先生有没有注意到 国务院的发言人 他也 他有一番说辞 他这么说的 他说中国正在进行 一系列伤害美国工人的行为 他削弱了美国的技术优势 威胁到美国的联盟 和对国际组织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想请问杨先生 他指的是不是一些 知识产权技术 科学技术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影响 还有就是说 制造业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方面 制造业其实 经过40多年代的分工 其实很多基础的制造业 中国的优势是已经出现了 对的 比如说美国的百分之 我说过 百分之60到80的抗生素 是中国提供的 美国的基础的医疗设施 就包括口罩这类东西 大部分都以来总的消毒液 因为美国人不屑做 这是一个 那么伤害美国工人的行为 这个说法 其实跟拜登政府 跟特朗普政府这四年来 他蓝领是他的基础 按理说民主党 那本来的应该认同的 应该是所谓的蓝领的这个阶层 但是蓝领东西 都说这是铁锈城市 铁锈州 这些东西都被特朗普 拿去了很多选民 对 但是这个问题 高新科技 美国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技术创新 美国是有这个优势的 所以这个说法 我觉得第一 跟特朗普时代表述差不多 第二呢 美国的获取对华的信息 有时候又存在某种程度的误导 比如说 比如说新疆这次 抛出了一个种灭绝的问题 这个说老实话 这一次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新疆问题的指摘 西方国家是被动的 因为他接受的信息不完整 现在已经有误差 所以呢 中国这次的整个外交部的反驳 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比如说新疆 他少数民族政策 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 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比较严重 但还不至于到种族灭绝这个程度 我在新疆待了半年 我拍了一部片子 虽然没办法播 但我基本上在新疆走了六万多公里 几乎走遍了 我对新疆还有一点了解 你说少数民族 人口调查 比今天官方的调查来讲 维吾尔族增加了数值的几百万 因为他那个没有计划生意 这一说 对没有计划生意 真的没有报复口这一说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世界 知道很少 我知道不完整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也就是 南华早报 原来有一位总编 其实建议 既然你的新疆政策是那么坦然 你为什么不更开放的传递的信息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双方的误解度 其实还是存在 而且有些问题是 表现得比较明显 所以我想呢 这个东西 我想美国在要重新加入国际组织 才有可能要抵消 中国的所谓的影响 你如果都不参加 都要退群 那你中国的影响 当然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一点 他赶紧加入 这个组织那个组织的 这样的话可能双方的交手的机会 合作的机会 对话的机会就相对多一点 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的话 有些是立场的说话 不去把它当一回事 但是有些资讯掌握度不够的话呢 就会给自己造了一些被动 中国一样 美国也一样 好吧 主持人 了解了 所以这个刚才杨先生讲到了一点 新疆的这个话题 这个其实我之前还是蛮想跟杨先生 聊聊新疆这个话题 看看我们找一个机会 请杨先生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评论 这个其实因为我对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了解甚少 而且杨先生在这个新疆拍过片子 他应该会了解更多的 这样一些真实的情况 很期待跟你聊这个话题 好我们下次聊 没错 谢谢 谢谢杨先生 因为这个杨先生通常都会看得 比我们要更深一点 这个 所以我也很喜欢跟他聊 这个文化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话题 当然这个时政的话题 也是这个颇有所获 我今天还是感谢杨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恰恰恰恰这是我的博弱环节 我是有点个方法 网友的收看我们的锦邻周点评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